HELLO 了世紀 天天榮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條隊人對上是阿富人 這場比賽是10T的RF地圖 好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9點鐘方向的條隊人是西托 那條隊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農田非常便宜 而且他的騎兵跟步兵單位的近戰防務力 城堡時代開始會加1點 帝龍時代是加2 所以他擁有這個槍兵最坦的這個稱號 那條隊人呢 他的遊俠呢 事實上沒有這個耕種技術 但是有免費的抗招響的效果 所以城堡時代 遊俠們還是非常耐抗招響的 那到了地獄時代 條隊人的主力呢 會是槍兵 劍勇 還有這個遊俠 火槍 還有戰寶兵 火炮 還有這個奴炮 作為工程主力 而且條隊人的森旅科技是全面都有的 所以他不管是要打什麼 他的優勢都非常巨大 那條隊人的炮門奪口呢 也可以讓自己城堡的射程 變成最遠的 甚至連工程工程式的火炮 都會被反擊回去了 那他的鋼鐵甲呢 可以讓工程器的近戰防務力 大幅提升 村民要手撕掉這些工程器 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接下來 來看一下 Viper這邊選擇文明 是斯拉夫人 那斯拉夫人特色呢 是他的寶兵單位 貴族鐵席 是近戰防務力最坦的騎兵 所以這個文明特色 兩邊都是由近戰防務力非常強的騎兵單位 那斯拉夫人呢 他的帝王時代呢 有著王家四重 可以讓步兵呢 獲得擴散傷害效果 那這也是斯拉夫人 我認為他是步兵文明裡面的 傷害值最痛的文明特性 那斯拉夫人呢 他的馬攻路線 是比較不能用的 沒有安全戰術 也沒有拇指環 三級色也是 但城堡時代 還是可以稍微考慮一下 使用弩兵作為主力 那到了帝王時代 還是要靠自己的步兵 騎兵 還有這個工程器作為主力 尤其是呢 他的工程器的造價非常便宜 大衝車啊 奴炮啊 頭車都是相當省的 但缺點是沒有火炮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地圖 看一下斯拉夫人地圖呢 是右邊有黃金 左邊也有一塊黃金 黃金的分佈位置 是比較偏遠一點的 有個偏後方 還算可以 但是位置也沒有那麼好 如果正面能圍好的話 這塊黃金就ok 下面這個位置也要圍起來 不然怎麼說 要圍架都是需要大圍的 那還有說話題是 他的果子在後面 黃金是偏後方的位置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條盾人 條盾人的黃金在後方 正面有果子 呃 前方有黃金 正面也是黃金 這個位置分佈 就比Viper來說 來說是相當差的了 這個兩個黃金都會有可能 很有可能會被Viper給控制住 好那希拓這邊是18匹 點下了磁布技術 那條盾人呢 雖然是農田便宜 但斯阿富人農田 是這個工作效率有所提升的文明 是增加了15% 所以Viper跟條盾 兩個文明的性子 是相當相似的 而且兩邊都是有城堡的特殊效果 斯阿富人的城堡是有螺絲堡壘 城堡的造架有一部分是由木頭取代的 那條盾人則是城堡射程最遠 所以我一直覺得斯阿富人跟條盾人 他們的相似程度 其實蠻像的 都有工程性的特殊減免 或是增加效果 農田都有一些加成在 所以如果你選完條盾人的話 斯阿富人可能也很適合你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現在Viper已經升到了封建世代 這邊補了一個馬修 那條盾人這邊是打了棒棒開局 這邊直接圍起來 這個是什麼WTF 哇靠 但是村民有點危險 哇 WIPER的手術回來了 我的天 這就是世界冠軍擠的手術 雖然我覺得 WIPER要 繼續當世界冠軍的話 還是要跑過HERA這個門檻 但是 WIPER的手術 還是有 還是很不錯 只要他沒有手受傷的話 我覺得他要繼續當世界冠軍 可能問題不大 但是現在 HERA真的是有夠強 真的是無人能敵的狀況 好那現在Viper轉出了射箭場 現在這個木門已經鎖定 直接把兩個棒棒給掛了起來 但是弓箭手已經來了 但還好射箭場補下毛病已經來了 好兩隻刺猴過去偵查一下 沒有太特別的招 這是正常的棒棒轉弓兵 那棒棒轉弓兵喔 我們的頻道也是有教過 就是挖黃金 連續挖 裝甲轉弓兵喔 也是適合這個打法 好那現在VIPER 後面補下了一個兵工場 這裡的棒棒 準備要被毛病給四刀投過血流了 好那現在吸托家裡 攻兵數量只有5隻 沒有到非常多 但5隻的數量 只要能碰到村民的話 還是可以擊殺的很快 好 VIPER這邊嘗試 想要把自己家裡給圍死嗎 好上方這裡繼續圍 但我覺得有點難圍了 這裡要圍好 有點不太容易 後面過來射了一發 後面被打了幾下 殘血死去 VIPER後面補下輪走技術 好現在11隻 11片農田 現在斯拉夫人 再加上這個工作效率 要這個輪走 這個效率會變得非常好 好現在曹哥人可以透過買賣 升級到城堡塞 這裡已經17片田了 田便宜就是韌性 好 但VIPER這邊也來到了16片田 田的話兩邊差不多 但調作人很明顯是有生死帶的優勢 工兵出的比較多 VIPER這邊出的單位都是吃肉的 刺猴毛兵都是吃肉單位 但VIPER這邊補下了非常多的經濟科技喔 品種跟馬鎧甲都點下了 直接把肉馬提升到最滿 風劇時代最強的三個科技 一點完 肉馬就成為風劇時代最強的霸主 好這裡 大力防守 生時代的關係 不想跟VIPER打架 有品種跟異防 一攻的肉馬 打起來真的是 不要命 我以為雖然自己生時代有優勢 但沒有生好錢就是沒優勢 OK五隻奴兵 升級一下嗎 凱獅先轉個騎士 OK騎士先按了 這裡還是要轉一下奴兵吧 這裡槍兵直接戳到兩下 小鎮又戳掉 哇靠這個肉馬 最後還是被戳掉了一隻 好現在赤猴過來 直接想要守司騎士 騎士被打到頭部血流 蛇騎士開始要回頭反殺 弱馬不能往前 毛兵要先點掉槍兵 但槍兵往後拉走 兩邊的細節想要打好打滿 但VIPER很明顯 實在上明顯是打不贏的 就只能選擇撤退了吧 看起來弱馬是沒有辦法 繼續堅持在前線了 錯了錯了錯了 騎士一出來 完全打不贏 OK奴兵點下 那條隊現在要點二級射 有點困難了 VIPER家裡 但是沒有辦法 有皮條 可以擋住這一步的進攻 要怎麼防守呢 村民往後拉走了 好補下了一個馬就 看來是想要一上層 開始抱騎士 好清騎兵可能要先提升 哇這個村民直接走到了邊邊角角 在原地返回 好這個TC要補 但是要死很多村民了 死了兩村三村 還行 好這五隻六隻村民還在繞 哇哇哇哇哇 好 VIPER點下清騎兵的升級 二房沒有先點 反是補雷工程七製造所 轉出了弩炮 這弩炮的招架也是相當省的 好後面這邊清騎兵 找不到洞可以抓 VIPER前面的這隻清騎兵 一直想要給壓力 條頓趕快拉了一些兵過來防守 好 既然被斷鏡斷的有點嚴重的關係 趕快要找機會回去挖黃金 喔這個又被抓了一隻村民 好 VIPER左邊的清騎兵有點空不空過來 哇手速上還是有點慢了一些 好上方這個房子快被打破 快拉兩隻刺猴去解決一下 好家裡終於暫時守住了 好VIPER這邊直接鬼轉3TC 開農但TC並不是補在黃金的位置 看石頭已經快要挖好 待會城堡可以打算補在這個位置 直接保護農田黃金 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待會城堡可以考慮差這個位置 這個高地補一根城堡 可以守護這塊基金 這裡也可以補一根城堡 高地補城堡 絕對不會錯太多 而且還可以守入到礦點跟木頭 也都很不錯 好VIPER這邊被迫收村 九隻村在家裡射車發抖 就怕幾隻村出來 但是現在城堡是補在了中間的位置 沒有打算補在前線 好後面要補了一個TC 現在是4TC開農 這麼看不起吸戳嗎 吸戳哥 頭車直接砸到立法 直接爆血 後面的清騎兵再次嘗試想要打破這個房子 VIPER正面 頭車要被收掉 後面的清騎兵過去直接砍工兵 但是工兵直接戳掉這些 肉馬 後面的鱸套 有點危險 哇 還是被收掉了 現在是阿富人 只剩下8隻肉馬 但是上去之後 城堡直接點了一隻貴族鐵騎 那倒是要回轉貴鐵路線嗎 現在吸戳的工兵跟騎士的聯軍 有點騷擾不太到 VIPER的村民 後方騎士 也追不到VIPER的施拉夫的肉馬 喔唷 清騎兵上去 直接砍掉一隻僧侶 憋子有機會嗎 VIPER有看到嗎 沒有 直接往後拉走 有可能是騎士在追 不想去抓嗎 但是是我的話肯定去抓的 這就是 人家可以成為世界冠軍的原因嗎 感覺剛剛吸錯也是沒看到 所以應該是不太可能收進去 後方 這些騎士還在虎視丹丹 IPER這邊勉強點了幾隻貴族鐵騎 貴族鐵騎的天生近戰防護率就是4點 坦度相當可怕 而且遠防也是正常2點 所以要把他當成城堡時代的奇兵主力 也不是問題 問題是要從城堡壇產生出來 對於遊戲的起引起 可以產生騎士的節奏來說 要產出貴鐵的話 也是來到遊戲時間25分鐘之後的事情 只是纏上去直接打貴鐵 也不是相當強勢的單位 你終究還是會害怕敵方的槍兵單位 哇 結果VIPER這幾隻清騎兵 抓掉了非常多村民 村民術直接反超了吸托 但這跟城堡還是被蓋了起來 HIPER現在櫃鐵數量已經來到了7隻 4T4繼續農 現在農田樹來到37炫鐵 開始穩定了 這些1系列產能 還有城堡的櫃鐵的資源量 好 那現在15隻騎士 這邊要高打低 ok 這裡 直接把他逼退 好 貴鐵突然回頭 不要 不要 這個回頭會死人 這要是這十隻沒了 吸托就可以大舉進攻 直接在TC下 守勢臭兵也不是問題了 好 只要你有部隊活著的話 就不太害怕對方直接守勢你的家 好 這裡稍微反擊 1秒招槍成功 噢 吸托這裡補下第5個城鎮中心 想要把自己的附放 全部用TC守住 好 MIPER則是補下新的城堡 那這裡是沒有點下銀罐羅斯堡壘 而是先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畢竟羅斯堡壘有點貴喔 先點帝王可能比較實際一點 好 吸托這邊點下了2級伐木 2級農田 這一戳村民要被抓掉了 完蛋 TC蓋不起來 又抓了個十幾隻村民 哇 控制差距來到98對12 低處支援 MIPER已經反超了 OK 這邊還沒有反超 差一點點 好 看錯 沒關係 斯拉夫人這邊經濟依舊是很好 以及農田的耕作效率到了後期了 低處支援阿 通常是會贏過小盾 小盾人 小盾人在前期有這個成本上的優勢 但到大後小 斯拉夫人的工作效率喔 還是會比 小盾人還要更好 欸 結果這裡 八隻村民沒路可逃 這一波換成MIPER要大難零頭了 趕快把自己村民給圍起來 好 城翔趕快圍 好 把村民圍在後面 結果這邊村民又放出來 又死了一些 哇 這一波換MIPER死傷慘重 兩邊的殺敵術 來到非常近的數字 17對18 好 那MIPER這邊有帝王世代的升級優勢 這一坨騎兵21隻 總做到了大量的事情 但貴族鐵騎已經來防守 這邊先點下3級馬卡羅斯堡壘的科技 儘管把帝王世代 金瑞還沒有點下 好 正面貴鐵嘗試反擊 但數量是差不多 貴鐵應該能贏 OK 這一波騎士直接被敲到頭破血了 沒有辦法 貴族鐵騎的近戰防禦力 就是實在是太巨大 這裡翔尾但是沒有維好 這裡可以補洞 這裡這個房子趕快補 先補一個大學 下面還是有洞 這裡有洞可以走 看西托好像沒有在看 趕快趕快 說明要拉過來嗎 Vipe 補一個木門 OK 補木門 Nice 繼續包 這句往後拉再關起來 哇 觀測所大戰 Vipe 成功了 收掉了 所有的騎士 條頓損失掉自己的 24隻騎士 帝王世代 還有機會獲得主動權嗎 哇 沒想到這一波 Vipe 鎖得非常漂亮 到處圍啊 就是順利的把對手給圍死了 這邊是補下了精銳的貴族鐵騎 吸托這邊早就已經轉槍兵了 我們剛剛有提到 貴族鐵騎 城堡時代還是很害怕槍兵單位的 果然還是要抽槍兵 才有可能收得掉這些貴族鐵騎 好 貴族鐵騎 精銳版本 現在直接正面硬躺回去 這邊的勝利直接全部倒地 Vipe 這一波的貴族鐵騎 精銳傷害實在太高 騎士槍兵有點打不太移 但是後方勝率一直在招響 Vipe 這一波有可能被招攬嗎 喔 果然被招攬了 沒有辦法 要撤了 好 升到精銳版本 傷害是跟遊俠一樣的 而且競技在防禦率是11點的防禦力 遠防是7點 但血量來說是比遊俠還要少的 只有150滴血 那貴族鐵騎的造價呢 也是比騎士還要便宜的 所以如果要打遊俠的情況下 殺破人貴族鐵騎是很適合的 但遇到對方槍兵呢 可能還是有點難打 而且還有僧侶 那後方這些東西呢 還是要靠這個大肉碼去抓僧侶 或是轉一些工程器 投車或奴炮 反擊這些槍兵採取 好 那條盾這邊是直接轉了 生旅科技 印刷技術 就屬思想 還沒有點下 那到帝王時代的話 也不用太擔任西斯拉夫的奴炮 只要轉出火炮就行 那Minecraft這邊已經來到了150吋戰術 攀擊弓也已經點下 這邊手撕掉了非常多的 貴族鐵騎這邊收掉非常多的村民 後方 吸頭也是不甘示弱 拉了招香道的貴族鐵騎去防 去騷擾 但是生女子也被秒掉 哎呀哎呀 外殼家裡 還是有被收到村民 好 現在外殼在前面 也開始轉出了大量工程器製造所 好 這隻貴鐵 有點難纏 還有9滴沒射死 還差1滴 哇 太異了 直接用村民拿懸套打掉 好 最後又被抓了幾村 Minecraft村民數稍微有效降 但是城堡已經把對方給圍起來了 羅斯堡壘 就是這樣子大量城堡 所以其實斯拉夫人要轉出城堡 轉貴鐵牙子 產量不是問題 問題是有沒有支援而已 好 斯拉夫這邊轉出了步兵鎧甲 難道是要轉劍勇嗎 轉劍勇士砍爆大量的條陣槍兵 也是一個不錯的辦法 而且自己還有王家四重 劍兵勇士還可以獲得擴散傷害的效果 好 這一波新騎兵又殺掉了6隻村民 在Bipe 展出了騎兵配攻城器的策略 步兵只剩了一個步兵鎧甲 沒有繼續提升 好 反而是提升了大洛瑪 這裏洛瑪已經抓掉非常多的僧侶 西拖僧侶還在暗 沒有打算繼續走僧侶科技 但是洛瑪一多 帶離防守也會有困難 都一直被繞 好 西拖城堡 幹的很好 槍兵只能稍微擋下 好 大洛瑪中升級好了 好 西拖點下了二級的步兵鎧甲 槍兵雖然都 家裡也是有一堆槍兵在巡邏防守 但最終還是被打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好 西拖城堡 開始轉出大量武炮 但是橋队也開始轉出火炮來了 好 這個槍兵怎麼在發呆 巨頭又被抓掉了一台 西拖有點虧 現在四處找火的關係 村民死傷掉的有點快 上方貴族鐵騎在騷擾 哇塞大駝 槍兵中午做到事情 正面的大量的貴族 貴族鐵騎跟肉馬直接被戳爛 左側暫時沒問題了 但上面呢 上面貴族鐵騎還在騷擾 但有少量槍兵防守 好 Vipe這邊開始用弩炮 稍微就拉打串燒 串掉了非常多的傷害 好 槍兵開始一直倒下 但是條頓已經不管了 槍兵就是上前狂戳 三級的步兵鎧甲也中間補下 西拖想要在正面補一根城堡 把自己的槍兵拉回來 開始火炮主動全壓制回去 好 打兩槍兵過來 是要來阻止修城堡嗎 好 弩炮果然被撿掉 頭車直接炸 又炸掉了一台 兩台弩炮直接死去 但火炮沒有想要領奴炮的意思 現在我的目標是你的城堡 而不是你的奴炮 刀盾在後面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正面開始防守住了 上面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紅鐵慢慢開始拿了回來 正面的肉麻想要直接抓火炮 火炮殘血活了下來 拉了村民過來補一下血 好 現在進攻有點困難 補下了工程工程師 跟重洗弩炮 後面兩台巨頭已經準備好 開始駕齊 最後火炮還是被拿下了一台 現在西托陣地戰來說 是比斯拉夫人更有優勢一點的 有火炮就有主動權 那麥魄要打贏的話 只能靠僧侶或是肉麻 他有可能抓到對方的火炮了 好 結果後面撐爆直接被砸爛 結果火炮差一滴 還是拿下 最後只剩下一台火炮了 矯盾加里 去轉槍兵 麥魄則是轉出了大量弩炮 炮已經來到了10台 好 上方也有小動作 這個槍兵 在阻止挖礦 巨頭也產生 結果這面怎麽直接 串燒成白癡槍兵 直接倒光 哇呀 西托這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麥魄 拿下比賽勝利 那為什麽西托要投呢 這主要是因爲已經斷金了 這塊黃金跟這塊黃金 都被控制住了 只要黃金一被控 西托基本上就沒希望了 只能說西托這一把 是被地形殺了 VIPER這邊是控圖 控得很好 直接把兩塊附金控住 遊戲就結束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就是由VIPER拿下所有的資源勝利 哇 真的是控好控滿 好啦 那麽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咯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咯 各位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